我相信台灣的觀眾一定都很了解 因為好萊塢的電影 拿CIA的題材真的是多到不聲美舉 不管是動作片 諜報片 甚至科幻片 喜劇片 常常都會有個CIA的探員 但是在華盛頓郵報最近就揭露了 其實在911的恐怖攻擊之後 美國的CIA中央情報局又成立了一個 GRS的全球快速反應部隊小組 他們的工作很奇特 因為一般來講我們看電影 不可能的任務 那些都已經是CIA的探員了 結果現在他們還要派人去保護這些探員 那到底CIA有什麼樣神秘的地方呢 先看這一則報導 美國的帝國主義他們認為自己是全世界最強大的一個國家 所以到處都要去出任務 所以CIA很忙 全世界都有這種反恐 國安的這種工作要去做 像剛剛看到的電影也是一個例子 包括要去救人質都跟CIA有關 但講到這個影子部隊快速的反應的小組 這真的是比較蠻奇特的一個工作 這個就要請問我們的李組長 它這個GRS它叫做全球反應人員 全球反應人員的曝光是在這一次那個班加西利比亞的使館被炸了以後 其實它那個使館裡面真正的美國的正式的人員只有四個 只有四個 只有四個 但是意外發現還有兩個 那這兩個是怎麼回事呢 那其實我們可以追溯到它的GRS 它GRS因為這些年來 CIA的預算受到大幅的刪減 所以它大部分的工作都做外包了 外包啊 外面人去做 對 有外面人執行 所以執行的時候你簽約 那麼CIA就可以不要負責你的什麼退休金啊 這些很多的東西 想到省到這麼樣的一個地步 都是用論案來做 那我們看了一下那個GRS 大概它總共有500人左右 500人左右的時候它是什麼分的呢 它每個人的年薪大概在 年薪大概在100 年薪在407萬的台幣 台幣 其實我們這樣感覺在台灣感覺已經算很高的了 已經算很高的 對 對他們來講也是 反正因為他們的工作時間只有三到四個月 它大概125個人固定的在海外的每一個需要的據點去從事它的工作 所以只要一年工作這麼幾個月就可以拿到剛剛主長講的那筆錢 那真的還蠻高的 折台幣差不多407萬 因為它有三分之一的人是保留在休假 有三分之一的人執勤 另外有三分之一的人你休假完了以後開始背勤 背勤就是根據地區不同的地區 譬如說你的語言專長是中文或者你是法文 那麼你要到法國地區去 那你要先接受相關的訓練 大概也是在三分之一左右 對 所以然後再加上總部 總部大概作業他們都是用公司去承包的 所以這些人這樣組長這樣這些人就必須一定要是 類似特種部隊退休 因為感覺上他們已經要去保護這些CIA探員的保鏢了 所以你的身手一定要非常了得才行嗎 對 所以他們呢 他們以前都是從事類似的任務 任務然後後來被招募來 招募來以後你簽約 簽約當然其中用的手槍 各種武器的使用是最重要的 所以他們的頂尖高手人家都稱為蝎子 蝎子 我這個代號還挺酷的 一板過來一釘就死 所以那李組長 你現在簡單的介紹了一下 玩這個影子部隊之後 我們再回頭 也有點過去這個經驗的這個CIA 是不是還有這麼更厲害的一種特殊的一個部門 真的像電影上面你演得好像無孔不入 什麼樣秘密的任務 他們都可以執行成功嗎 他們在最早的時候 他們自己有一次快速反應部隊 這支快速反應部隊的主要的成員來自於 譬如說三角洲 綠扁帽的三角洲 海豹突擊部隊以及陸軍的偵察部隊 那真的都是殺人高手 對 他們從這些人裡面 再去挑選其中的精英 來執行他們不同的海陸空的任務 那為什麼從這些人挑選呢 因為這些人執行這些事情的 第一個 他最重要的忠贈考核 那麼你進入綠扁帽 進入這些部隊 基礎的訓練都已經完成了 他的各種戰績 他的訓練的技巧 執行任務的情況 你可以根據他的記錄 然後CIA把這些人挑起來 再組成了一個海陸空的快速部隊 而這個部隊是直接聽命於總統 有任何事情發生的時候 總統一下令直接去處理 所以他們有海上的專長的 譬如說海豹 他們有空軍的 有Data的 有綠扁帽的 有陸軍的 海陸空的資源 現在所有的戰爭都打立體的 甚至於包括像大量使用的 無人的飛機 一掙扎完了以後 部隊去快速的處理 快速的解決 而幫他們處理掉一些 沒有辦法處理的事情